在物联网语大数据时在企业都在思考 如何将这些庞大数据准确分析转化为商机 而与每个人每天生活高度相关的就是天气预报 我们带你来看欧美日各国如何智慧地运用天气大数据为产业加分 今天天气如何是再简单不过的一句问候 也是每天出门前一定得了解的重要资讯 对大部分人而言非常重要 因此天气预报是每天绝对少不了的新闻栏目 现在已经有企业看到分析天气数据所带来的商机 As a part of this internet of things master plan IBM announced Tuesday a partnership with the weather company which will provide the key ingredient for IBM's internet connected future Data WSI the weather company's data division will combine the information it gathers from thousands of weather sensors around the world with IBM's analytics and cloud services wether company每秒刻产生70万个天气预测数据 IBM预估这些天气数据将带来数百万美元商机 除了协助看天吃饭的行业 也能帮助能源物流零售和保险等行业节省成本 尤其是提前精准预测冰风暴火热浪降低灾害损失 2014年APEC峰会在北京开幕 开幕当天 有别于一如往常的雾霾笼罩 天空一片湛来 原来是专家利用IBM的大数据分析 预测了未来72小时的空气品质 并在空气品质可能会交叉的地区 要工厂停工 就怕在国际盛会期间引来雾霾批评 再来看到日本 日本气象厅早在1996年 就开始将50多种观测数据便宜提供给民间 目前已经被气象预测公司 成功运用在数千个工地现场 预测一平方公里内的降雨量及风速 确保公安 利用使用者上传的情报 民间气象公司能够提供比官方还精准的天气预报 甚至在地图上就可以看见 云与动向以五分钟为单位表示天气状况 让人随时掌握天象 分析天气大数据 已经带出相关产业的庞大应用 未来还会有什么进展 令人拭目以待 新唐来电视铃鱼编译